很久都沒有介紹電單車 今天介紹的這輛電單車是一輛 Custom-made 電單車 大家猜不猜到它有甚麼電單車改裝而成呢? 今集我找來車主及兩位主理人 去介紹這輛花了 9 個月時間的型格電單車 我第一輛車是駕 Yamaha 的巡航 一直都喜歡 Harley 因為人的樣子比較 竟然巧合讓我找到這輛車就買了 2014年 Harley 的 40A 1200cc 買的時候價錢也對 然後麥克風又低又英俊 這輛車駕駛了差不多兩年 我其實喜歡駕駛大車 一直想買一輛再大一點的 Harley 但市面上找不到其他盤 我買了車回來 很少說假兩年車換車 我真的喜歡這輛車會保持 既然巧合就覺得將這輛車改不同的風格 希望可以保持久一點 上網有時就跟老公看照 看見泰國有部改得很厲害 改不改到呢 沒理由抄足 就有少許改變 我們最後決定要不如用碳纖去做 就變得出來有少許不同 連結 傳圖給別人CNC 車 都國內的 現在國內的物料都可以 就傳圖給他 傳數據給他 腳闊度不知道 做得不好 我傳數據給他 最後是配合到上去 死氣喉是美國的 美國是一間公司的 首做的 本人覺得很划算 幾千元 你在香港做的話 不用想了 既然要找一個師傅在香港 配合下去 不如找一個美國本身做開 是等了很久的 因為當時有COVID 付了錢 半年才能到香港 整輛車用了 九至一年的時間 椅子就自製 後來就自己用鐵砍出來 砍完後自己的棉自己刨 刨完跟著車主的形狀 最後再拿出去給別人包皮 基本上主色都是黑色的 但油缸的設計 原裝油缸 很多人以為是後市 是蓋樓 即是蓋樓 再爆幅碳纖 油缸就是這樣 但其他部件的碳纖 真是木油 沒有到油 一直開模 做出來 等了最久 因為那條喉要等半年 才拖了那麼久 不是 是真的需要那麼久 做開模試位 所有事情都要試 很多人覺得我要快靚正 這又是我講香港的文化 經常都要快靚正 沒有的 沒有得快的 其實我當時是全力 只是做這部車 每一次都只是做這部車 都要九個月 如果你說去全職做Custom 我想生存不了 香港人要較早 那你變成師傅要做快單 又要做你這部車 其實等兩三年 我覺得很合理 如果你做一些復古 或者古董四輪的話 我想大部份的車主都明白 開車回來 等到第一年 整理又等兩年 其實他們明白 但電單車就未去到那個位 車主未去得到那個位 因為朋友就很給我們優惠 不要計算工資 我自己人工 應該大概三萬元 料錢 你當料錢 三四萬元 不計算工資 機人口俠 認識了朋友 他在機場負責做一個碳纖維的部門 他是很有經驗和能力 不如說一下自己的工作範疇 我之前做飛機 主要都是做Repair 即是修補的部分 做原件 這些叫做新件 整件碳纖 對於我來說都算是陌生 最初我們先試油缸 因為油缸最接近我那時的工作性質 就是包含碳纖維上去 再塗膠水 做這件件其實不困難 最困難是拿駕車的掃 左右平衡 還有它有升高的位置 如何不適合到上面那件東西 其實這是最困難的 所以我那時設計 做初型的時候 是用一些鋁片去屈個形出來 裝作一件原件 一個初型 我們看看車頭移動時的情況 會否適合到其他件 然後就是尾陀峰 尾陀峰其實我那時都頗脆致 原來格格哈里車架 都是歪了一邊 所以尾陀峰 我浪費了很多時間去讀數 因為我初以為自己讀錯數 原來格格哈里 都是歪了三個MBM 左還是右我都不太記得了 之前我都會補寫下這個角度 是多少數據 以及這個弧位 我都拿了數據去讀 我記得是拿一個圓周 大概好像60mm的弧位 下面這個弧位和這個弧位一樣 但是慢慢收起來 我慢慢在模具上磨一磨 然後噴油下去就可以開模 開完模後 再做一件碳尖件出來 再試試看 看看是否真的和我的初型 是否一樣 同樣是一樣 那也要試試看 我記得我先開車頭下面的 我開了應該是第三件 才能裝上車 第三件才適合數 開模有一個比較新的東西 應該很多人都不知道 要多少抽空抽出來 你才可以做每一件碳纖布 都可以很隔離 不會出現一個分離離塵的情況 令到它很耐用 開模也很難 因為碳纖開模的腰疊很高 碳纖維你開完模 你還可以用一個原子杯 滲平它 然後再噴灰 就可以噴適油 好像鏡鏈一樣 但是碳纖油不可以 碳纖因為它一來 一開模就要很平滑很平順 最多是可以收拾一點 用膠水收拾在表面 再製造光油 所以這個模的最難是開模 如果計算工時 整架車的碳纖 連油缸和困油 大概都用了七個月時間 我都用了七個月 只是做這輛車 冬天駕駛會舒服一點 但夏天駕駛會比較辛苦 而且你見之前塘胎 沒有那麼低的 高一點 現在整個人是趴前了 腳又伸前了 你駕駛多久 都會腰痛 香港很少電單車玩改裝 原因自然就是和香港的玩車文化有關 香港你剛才所說的就是適件多 為何香港只會改適件多 我夠膽說是文化的問題 因為香港人比較喜歡 是經常會想過re-sale value 你問我如果對街巷 這輛車賣單十幾萬改裝 這樣十幾萬改裝 那些人就覺得 再加上車價有十萬 現在他停了產 那我二十幾三十萬 幫他買個Dugatti 那些人就要有這樣的想法 香港人比較喜歡這樣 因為我自己不太喜歡這個文化 就是人有我有 這樣變成一定要買一輛高級 可能走出來比較帥 覺得價值在這裏 我賣完一年 我賣完都不虧 是那個心態 但我們是如果真是最深那件事 我們是因為講價值 不是講價錢 價值是一人認譽的